老板 这小子咋卖的 小桃子五毛 两毛没有卖 哎呀 你这孩子砍的太厉害了 最低三毛 那行吧 这个酸不酸啊 不酸 干不脆 可甜了 那我尝一个 嗯 哎呀 太酸了 你这老板不扯吃 不会了 哎 你都吃了 我还没给谁去啊 哎 这也不酸呀 小麦不开门啊 哎 别走别走 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找我 有何贵干 老板 我要收购你的小麦不 你开个价吧 那可能让你失望了 我对钱不感兴趣 给多少钱都不卖 哎 老板 不是我说你 以你的那个形象才华 局限于一个小麦不 简直是大财小用啊 哎 我也有难言之隐啊 小麦不是祖宗传下来的记忆啊 我也不能违背祖宗的决定啊 哎 可惜了 算了 给我拿把小螃蟹 拿把小螃蟹吧 都是八毛 一共 一共一块二 给你钱 走了 哎 一共一块二 你给我两毛啥意思啊 你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吗 给你两毛一撕下就行了 哎 聪明反备 聪明误 自己给自己挖坑了 嗯 卡通费 小麦不开门啊 哎 善妞 你在干什么啊 啊 没没没没没啥 哎 你身后那个拉屎堂怎么卖的呀 我看看哈 这个不叫拉屎堂 这个叫拉斯堂 对对对 就这个 拉斯堂五毛 给啊 给你一块 老马再给我拿个小桃子 刚好五毛自己拿吧 这也太小了吧 咦 这个大 拿这个来 嗯 好吃 哎 老板 还是一个 借你吃吧 哎呀 闪牛今天怎么这么大气啊 嗯 小麦不开门啊 哎 老板 这些零食怎么卖的呀 哎呀 闪牛来的刚好 今天搞活动 亲情价全部五折 啊 真假的呀 那说到这些全部给我打包了 流口水糖果冻泡 一根葱 冲黄雪莓糖酸肉 成功三枚粉 雪蜜糖 大肠筋火爆鸡心糖酸肉 来 算下多少钱 好嘞 一共五十块 啊 这么贵 不是说亲情价五折吗 咱又不是亲戚 打什么折 哼 你们折了头子坏的话 我不要了 不要拉脑 我自己留着吃 嗯 真香 小麦不开门了